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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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一个住的地方是一开始是城市边缘 很多加工厂 玩具就藏了一些加工厂的废品 后来又搬到了政府重大工程的地方 二重输用道 那边是境界 所以我的整个童年是在一个农村的环境里面长大的 可是农村跟纸 应该你要用很多的草还是花花草草的来折 怎么会变成纸呢 因为小时候小朋友能操作的材料两种 第一个是泥巴 第二个是纸张嘛 小朋友能改变的东西 玩泥巴呢 我是从小什么都是玩得很认真的人 玩泥巴玩得很认真 衣服就一定会脏 是 我妈妈要洗六个人的衣服 洗着洗着 火气就会越洗越旺 很生气 想要怕人 对 接下来请我吃台湾最有名的名菜 竹笋炒肉酥 我就体验到泥巴可远观不可泄蜿烟 那唯一能够把自己想法实践出来的媒材 那是纸张 所以记得您那时候在这个创作方面 日历纸是您很大的一个 纸张来源 对 材料 对 那时候我记得我四岁学会折纸喝 那为了把背起来 我就想一想家里哪边有纸 啊 楼梯口上面挂了一排纸 然后呢就搬了凳子踩上去 撕下来折 折一折 折不好 再撕 再撕 发现居然还有红色跟绿色的 不同颜色 绿色是礼拜六 红色是礼拜天 那一到五呢 黑色 对啊 黑色 所以黑色是一到五 绿色是礼拜六 礼拜天就是红色 偶尔还会出现彩色 国定假日 好 我们谈到折纸喝 其实在我们小时候大家都会折飞机 像我小时候都会 我们都很期待那个日历又过了一天吧 撕下来一支飞机 大家都排队 猜一天看谁拿到 是没有啦 我只是会去偷偷折到超过天 然后我妈妈说 今天怎么会变成那个提早了 所以都是这样 所以您那时候也是吗 我是为了要把纸喝背起来 连续折了二十几天 然后就一直撕 撕到没有纸了 然后呢 我妈妈就想 我妈妈是初一十五会拜拜吃素 就想说 今天到底是初一还十五啊 你看 哇 到年底了 下一句话就是 下一句话就是 竹笋炒肉丝 竹笋炒肉丝来了 她就知道是你 我们家只有我会逼这齿的 然后呢 您也折到最后也把它变成更有创意 例如说也会把这个去换玩具来玩 那是一定要的 因为那个年代物质缺乏 什么东西都靠手做 好不容易看到人家有那种新鲜的玩具 当然想玩啊 那只好用一点方法 例如说你的玩具买得到 我的玩具买不到 所以我的比较珍贵 这个真的是有话题喔 可是你换一个之后 你还是 你不能每次都拿这个纸盒来跟我换啊 所以到处跟人家偷学啊 我们 米南语有一句话 番薯怎么样是最香的 烤铁 好 等了人家偷学 人家偷学的会比较甜 对对对对 自己妹妹都感觉 这人家怎么不太好吃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 所以你都去跟人家偷学就对了 偷学的最大事 偷学了回来以后呢 到没有得偷学的时候 就发现 诶 原来我可以小小改变 我每次改变一点点 就去跟朋友店 店店的每一个人都说 我也要 就拿玩具来换啊 拿来换 你没有在教他用吧 教也不一定会呢 一般来讲 那个年纪孩子比较单纯 他们只会直接想要 而不会想要学 是啊 就是直接跟你要比较快 我拿我的跟你换 反正我都玩腻了 对对对 所以您当显时节 是让世界看到不一样的台湾 所以当时你是做哪些作品 比较更 其实应该是 我是一直在推广 到处做演讲教学跟展览 那只要有机会 让人家认识这片土地的美好 是 就不管有没有预算我都去 那时候常常很多 我们的驻外单位 要希望让世界跟台湾做交流 那很多请歌仔系 一团出去要多少钱 那请一些人去 都是很多钱啊 那就请我去呢 只要负责机票时速 然后我不要钱 哇 这个真的不错哦 替台湾做我们的国民外交 因为我是第一次出国 在1992年 我到比利时各站 然后各站的时候 人家跟我们没有邦交 可是却可以 因为我是代表台湾文化 然后给我挂国旗耶 挂很大哦 是 还外国朋友 武师 开幕哦 然后呢 觉得真的 我何许人也 很荣耀 我只不过是一个台湾的小老百姓 可是我却可以因为文化 让世界看到台湾的价值 嗯 我觉得那我以后 如果有机会 应该设法把台湾美好冲出去 嗯哼哼 那又有一个经验 是我到美国纽约各站 嗯 就空档的时候跟朋友出去晃啊晃啊 是 晃着晃着 人家就糟糕 要去下一个地方 呃 呃 就找一个黑人警察问路 对 问完之后 黑人警察就讲了 讲了一句话 就说 哇 听到这句话 很开心 哦 很甘甜蜜 要听到这句话 是多多人的打拼 嗯 多少人的努力 台湾共同的品牌 是 我觉得 那个感动 其实到现在还是很震撼 嗯 嗯 那也很感恩 台湾喔 前面 那么多前辈的努力 让我们出去 哦 不会觉得逃雷雷 所以呢 您也希望我们年轻人 其实未来不管你做什么 都要把台湾跟世界做接轨 是的 是未来的一个市场 这是一定要的 是 感谢学奖 谢谢您 当时当显十大杰出青年的艺术文化类 您推哪方面的艺术 我是以旨意为主 是 旨类艺术 旨类艺术 以前做头 连爹娘啊 老师都不看好 带大家都有啊 每天的钱 真的卖不了什么好价钱 嗯 可是纸张呢 它却是我们生活中每天都接触得到的 对 那所以它纸张能够发挥最大价值 就是亲和力 让它能够 让每一个人接触到一些好的概念 嗯 它把它当成这个戒指 它不说可以用写文章印刷漂亮的图片 它也可以做好的艺术品 而且也可以做出很多好玩的玩具 例如说我们已经台湾有已经25年来 灯会都送纸雕灯笼 对 纸雕灯笼 纸雕灯笼的发生呢 是因为我发现我们台湾的观光活动之前是送塑料灯笼 是 我觉得不环保 不环保 而且也没有办法把那种亲情跟热度做传递 把它串联在一起 对 我觉得以前台湾最棒的是 元宵节大家都会做灯笼 老顶叫老咖 阿母叫阿爸 对 我们小时候也都自己做 然后大家都会抢那个克宁奶粉罐 叮叮咚咚咚 叮咚咚咚 哎呀 对 然后呢 那个感觉其实是一个 我们跟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最密切 最有 最close的一个节律 变成塑料灯笼 完全不是味道 可是我想要 你怎么可能让大家再去批阻止呢 不可能 所以那就去用一个方式来取代 我讲用纸张是平面运输 可是呢 大家拿到的时候 死啊 要怎么办 摆三点钟 摆没法力 没做 没感心 做做的 原来这么简单 孩子大家都熬肉 对 所以呢 我们的子类灯笼 我记得每一年元宵节 我都会带一些回去柬埔寨 然后呢 我们柬埔寨的家人 不管是我人带过去 还是寄朋友过去 他们就是一起在就是拼凑这个灯笼过程中 你会看到大人小孩就一起来 很认真 很认真 很欢迎 可是子雕灯笼 其实我当初就是为了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短 然后去比赛嘛 不小心包了前几名 后来连续几年丢几件就包前几名 就创造这个产业 我们的子雕灯笼应该也已经几年了 25年了 是的 你敢有那几年了 开始 在哈 已经超过五十年了 是喔 所以子雕灯笼是那时候去发起之后 25年 就推广到现在 是的 那我从来没有缺席过 所以你好像九年开始推 对 从1994年 那时候呢一开始 哇主办单位很担心说群众会不会 没办法接受 对对对 我说只要懂阿拉伯数字一定懂 因为只有三个扣 123就做好了 然后他们就真的很担心 我就在发灯笼的开始 我就跑去现场看 发现哇 每个人都会 每个人都会 然后主办单位说 嘿 下一台来得及吗 因为他们都要不到阿 有些量不足 对对对 那所以就从那时候就开始一夕爆红 那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灯笼 那时候我们是用手电筒式的提灯吧 对 后来我听到一则广告是说 广播讲一颗一号电池 会使一平方的土地 失去永久利用的价值 是 我一听 哇完了 这污染太大了 对 那我想要终止这个产业 那我太太就跟我讲 捷铃环区细铃人 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商人 是 我是一个热爱土地的人 对 那如果我不留在这产业 别人用的是不好的东西 对这土地不好 所以我就开始在我的产品上面 都印上这句警语 不断的跟各个县市政府鼓吹 不要让群众拿免费的灯笼 而是要让群众拿废电池来换 因为它是推广环保 废电池你只要把它适当的做归纳整理 它可以资源再利用 又可以帮助一些弱势团体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一种多元的一种价值的循环 可惜这么多年来 真正把这弱势的县市政府少之又少 好我们刚刚谈到了环保 其实在推动某一些议题 就像您讲的商人 跟爱土地的艺术家的心态 去设计一些概念性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可是我觉得或许在节目里面 也唤醒大家 不管在哪一个季节 或许哪一个活动 大家都以这样子环保的概念 去做一个友善土地 而且是永续关怀 对 因为其实我除了做在电池上面 我就后来就研究出说 用有一滴垃圾减量 除了宣导之外 垃圾减量 然后呢有一滴呢 很多人都以为有一滴里面的 那个扭扣电池是水音电池 别人我不知道 可是我是特别用力的去找 找到五拱电池 而且那个是外销欧洲 欧洲规格的东西 成本很高 我同行都很气我 因为我定高了很多成本 可是他们又很爱我 因为有东西可以操 那他们也会一样 会去模仿这样子的概念来推动 可是环保概念 是我一直很坚持的事情 包括我的东西 我用的是 台湾南亚塑胶所生产的 PP环保合成器 它可以燃烧不产生代曜金 然后呢我印刷的时候 我是用大豆油墨 而且我的印刷厂 本身自己有污水处理厂 自己会去处理这些污水排 不会排到到海 还是排到我们一些水沟去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成本 那我自己本身 连我的登具的组装厂 我都请我的配合厂 把这个工厂的加工 从大陆迁回台湾 找弱势团体 庇护工厂来做 那它也类似那一种社会企业的概念 你除了 除了就是自己的企业要勇士以外 也是友善了在这块土地的一些人 不管是弱势族群也好 还是土地也好 这是一定要的 我觉得任何人 任何现代人 实际上知道了就应该要执行的 如果知道了不去做 还是人吗 对应该要有这个概念 因为其实地球只有一个 不管你是哪里来的人 应该都爱这块土地 那我也希望说我们的听众朋友 其实大家一样 我们一样在呼应 爱这块土地跟环保的概念 是的 感谢写长 谢谢您 写长拿到您的名片 我就发现您真的是一个艺术家 您的名片是立体 而且会动 画家可以印作品在上面 那我是丸子的 只好把玩具写印在上面 它是不是一个地球在旋转 是的 除了谈到地球旋转 您这个概念设计 当时怎么会去想到说 名片还有一个地球可以打开的时候 是一个旋转 其实当初我是觉得说 我是一个文化人 是 那做文化应该要有一个 纵向研究的态度 另外还要有一个横向推广的愿望 跟那种担当 所以在做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纵向用 我自己做生物研究 鹦鹉挪是一个古老的生物 可以亘古存在 有它存在道理 另外一个一打开 就是一直旋转的一个宇宙 对 那宇宙是无穷的大 就是横向的空间 是 所以纵向研究 横向推广 都有了 是的 是 我里面还看到 我会讲到像地球 是我觉得除了宇宙地球以外 您也是一直呼吁大家爱地球这件事 这是一定要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或许这些概念都会在里面 那我们谈到说 十大杰出青年当选之后 很多十九会一直去推广 影响就是社会 还是影响年轻人的一些概念 那这道学长也做了很多推广 包括演讲 教学还是到国外去推广 是 其实对我来讲的话 我是17岁看到时捷的颁奖 然后默默地自我期许 如果将来有一天 我能够努力的 争取到这样的肯定 这将是我献给父母的回报 哇 所以您17岁就看到 就定这个目标 当时时捷给您的印象 还是您对时捷的一个习起是什么 我觉得他就算 我从小没有当选过模范生 可是我一直觉得 这个世界其实有一个好的典范 作为引导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因为当时我放弃了高中 选择进五专 等于是五了家里的大逆 那可是我很清楚是说 通财教育 对 并不适合台湾人 是 所以我以身作则 就选择了专财教育 可是那时候我们还小 没有什么发言权 所以我就直接高中 就把自己fine了掉 然后进了五专之后 家里担心 那我就看了那个报导之后 我觉得如果有一天 我能够拿到这样的肯定 那将是我还给父母的一个愿望 是 所以大逆显心 从那时候就一直在我心里面存在 所有人都不解 所有人都不原谅我 没关系 可是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我可以为家人拿一座时节 那终于17岁离林拿时节 林拿时节 19年 19年 所以 36岁 对 有愿最美 只要有愿努力去完成 他绝对会严梦的 是 所以林当选时节之后 其实也到很多学校里面 去分享跟演讲 是的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当时怎么会想说 要继续去做一个 就是影响更多年轻人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 当年有愿望 然后真的经过19年 终于有前辈愿意推荐我 对完成 那我第一句话就是 握着前辈的时候说 谢谢你肯定我 我一定会努力的 我一定会当选 没有 不敢讲 结果真的当选的时候 我这条电话 第一通电话是 打给我父亲 谢谢他 然后就是把自己的愿望 跟我父亲讲 我19年终于做到了 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讲过 那第二通电话是打给我太太 对不起 你老公捐出去了 就变成社会的了 对 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责任 是 那我也觉得说 其实我也很乐意的去 为时捷的这个品牌 努力跟付出 因为台湾太美好了 很多年轻人 其实如果有人 在适当的时机 给予正确的引导 对 他们是可以 踩着这些 我们的基础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好鞋长刚刚讲到 其实不断去做 就是影响更多年轻人 也是赋予这个时捷的一个 一个使命 使命吧 那您里面 除了做这些分享以外 您还有 一定十年出一本书 其实我目前出过二三十本书 可是呢 我有一个习惯 我每十年 会给自己做一个里程碑 是 我二十岁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本书 那后来在二十四岁的时候 有出版社要那本书 大卖 然后我三十岁的时候 为自己二十岁到三十岁的作品种籍 跟当时所思所及的创作 做了一本指的可能 也是做一个里程碑 那四十岁把一些 对台湾生态的关怀 画成创作 加上短文 然后也变成一本 类似画车的生态教育的书 那到了快要到五十岁 我想这是人生最精华的 有体力 也能够为世界贡献的时候 那我就做了一件事情 出卖洪欣妇 我出了一本叫设计洪欣妇的书 设计在明南语就是设计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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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是把自己对于设计 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 不单只是一个艺术家 或是一个设计工作者 该做的事 而是设计的观念 如果落在我们的教育里面 落在生活里面 人就不会犯错 对 设计是一个预设结果 预想结果的一种 学习跟态度的一种学问 那么有了这样的概念 台湾可以变得更好 那因为这样子呢 所以我也想说 把设计定义 因为很多人都以为 那是一种像艺术一样 只有少数人可以去诠释 错 艺术是如阳光的普及 而设计是天赋源泉的 一种进化的本能 那我想说 用把洪欣妇从小到大 狗屁刀招的事 然后奇奇怪怪的想法 跟他那种傻子的理想 到处去圆梦 然后做了一些 让人家觉得 怎么可能 这么一个 这么简单的人 可以做出这么多事 哇 您设计的 非常非常多东西 包括这只小老鼠 然后里面 住着一个弹珠 这个是自动性的 你只要摇晃 它就一直跟着你 它是自动导航 自动导航 这很酷 是 而且用最简单的方式做 你看嘛 就是一个纸片 对 然后做出一个老鼠的空间 然后底下打一个洞之后 对 弹珠呢 放在里面就可以滚动 是 然后呢 你只要改变水平 就是你的载体的水平 它就会往低处滚动 它就会一直滚动 而且老鼠头永远指向前面 任何的玩具 都有它的一些物理性跟科学性 是 那我把创意简化之后 就有办法变成普遍性 这真的是也把创意加入我们早期玩的蛋猪 你蛋猪吃我 喝完蛋猪去水 蛋猪玩一玩之后 你不可能在地上继续弹蛋猪 就把它放进小老鼠里面 对 让它滚动 就到处交朋友 我看到您身上还有一只 独角仙 独角仙 都可以当成别针 这个也是 只做的 就 我前年去法国罗浮宫各展 然后 一个台湾人在那边 虽然是各展的主展览者 可是 在人群中 谁也看不到我 所以 干脆就把作品别在身上 告诉人家 这就是我 对 以后或许可以放一些 可以发光的东西在里面 因为我没有做OED 那不要好了 对 那我这样一做 其实我也主动去争取说 人家就会先主动来问你 看你 那我就可以把台湾的热情 再介绍出去 伸发出去 感谢鞋长今天的分享 那我们的设计红星服 那希望说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 可以看看 谢谢鞋长 谢谢您 谢谢您